因為去年一整年我其實一直以來就是除了八尺門的辯護人 就是可能演外記憶工作室跟一些 呃...還有越南啊有關係的 然後不然就都是恐怖片 那其實我今年一直很想挑戰就是像 精神疾病像亞茲伯格陣啊 還是阿茲海諾這種題材的戲 然後一直很想要突破看看 甚至可能是失去雙腿的 對就是最近對這個都蠻感興趣 然後也希望今年可以有拍這樣相關的作品 我自己本身是希望在今年有多一點的機會 可以嘗試到戲劇方面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其實對於戲劇來講 是一個很有興趣的事情 所以希望如果今年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嘗試一些戲劇類的發展 對 那需要可以參加歌手 哈哈哈哈是嗎是這樣的嗎 哈哈哈哈 所以今年在音樂方面會有再更多的嗎 呃...今年音樂方面我們有在跟公司討論 有沒有機會可以做一些新的突破 那我們會有一個 應該算是 往一個比較不同的方向去發展 因為現在就是比較活潑 可愛類型的那種地方 那我們希望可以走一個比較 類似酷帥路線啊 又或者是比較 其他一點方便的路線 看看試試看 過年期間兩回都怎麼過 應該很多長輩都會 就是給你們多肯定啊 因為表現得非常好 哎呦 今年其實我過年就是比較常待在家裡 然後就是跟家人一起玩個麻將啊 或者是呱呱樂這樣 就是因為 對於我來講過年氣氛最開心的就是可以跟家人比較多的時間一起相聚在那邊 所以也沒有特別說聊到工作之類的 對 我是因為去年開始因為八尺門 然後基本上就是有戲一直在拍 所以變得很少回家 我基本上以前是可能就每個月 每個禮拜 我只要有放假我就回去 然後變成說現在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沒有辦法很常回去 然後回家就說 啊這麼久沒回來 呵呵呵 就是那時候就說 就是太久沒有回家了 但是他們都還蠻想我 然後其實也是過年就是陪家人吃飯 然後我其實是很喜歡大家一起打掃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可以指揮指揮 指揮了嗎變指揮家了 沒有我就會說 喔這個我幫你撕下來你可以貼上去 撕上去就對了 呵呵呵 然後就大家一起貼春蓮的那個感覺我很喜歡 然後也有跟陪家人打麻將啊 對然後就是一起玩 對 會不會有親戚的朋友就是看到 就是畢竟兩位都那麼好 對啊沒想要合照啊 當粉絲就對了 其實有啦還是有 只是因為可能比較富 就是比較跟以前的作品 可能就是比較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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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其實家裡就是一個比較像朋友式的相處 所以可能會互相虧一下對方 但是我爸爸媽媽滿可愛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會跟他們電話通話的時候 就會聽到他們的那個來電鈴聲 是我們的歌這樣 對不對 就會覺得 欸 喔 滿熟悉的音樂喔 那會叫你們現場跳一段之類的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對 可能看我們跳酒跳膩兒 看膩兒 對對對 兩位去年的工作豐收啊 所以今年應該是給紅包還是在收紅包 哎呦 我其實是給耶 我這一次是就是跟過去 因為其實我從有工作開始 我就有都包給父母 然後就是因為去年豐收 所以今年也包的比較大一點 就是給父母 然後還有就是阿嬤 對 就是有付出 對 對我今年也是屬於付出類型的那個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 終於有到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那不管是多是少都是一個心意 心意最重要 對 好 謝謝